在关于俄罗斯的问题上,我们总能看见这样一种现象,政治经济中心处于欧洲大陆的俄罗斯,似乎总和其他欧洲国家玩不到一起去。 之前是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融入资本主义阵营是个很好的理由,但苏联解体后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俄罗斯,依旧无法得到西方的认可,甚至连友好都得不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 或许我们可以从俄罗斯发展的三个时期中寻找到深层原因。 如果我能活到200岁,整个欧洲都将匍匐在我脚下。 这句话来自普京的偶像叶卡杰琳娜二世,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俄罗斯的野心和能力。 他在位期间打通了黑海出海口,拿到了克里米亚,对俄罗斯人来说具有化石代意义。 但我们要知道的是,俄国的不只有这一位沙皇,他们拿到的也不仅仅是克里米亚半岛这个东南出海口。 沙俄巅峰时期,国家领土面积超过了2200万平方公里,其中绝大多数处于亚洲板块,只有月三分之一属于欧洲,核算下来也超过了700万平方公里。 可别小看这个数字,毕竟欧洲一共也没多大块地方。 在伊凡次世之前,俄罗斯是由大大小小若干个公国组成,在之前的几百年时间里,一直被蒙古人压制。 没错,就是成吉斯汗后代建立的韩国。 1598年,沙俄正式拿下了西伯利亚韩国,取得了中西伯利亚控制权,又在1682年通过雅克萨制展,想方设法从大清皇帝手中得到了外兴安岭以北的远东地区。 对于当时的沙俄人来说,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野心,因为西伯利亚再好面积再大也需要开垦,但向西就不一样了,那里气候、土地、温度等条件都要更好,也更令他们着迷。 因此,俄罗斯依托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东欧平原,开始向西不断扩张,对于阻挡了他们继续吸进的波兰和奥斯曼,则成为了沙俄练手的士金石。 在沙俄帝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和东欧的许多国家交战,目的只有一个,打负了东欧国家,才能顺利踏上他们的土地,向中欧、西欧方向继续扩张。 1772年,沙俄通过莫洛基战役,得到了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权,进一步扩大了对黑海地区控制权。 1809年,俄罗斯北上击败了瑞典,占领了其蜀国,面积33万平方公里的芬兰,并在此成立了芬兰大公国,沙皇成为了芬兰大公,正式兼并了这块土地。 征战也只是沙俄向外扩张过程中极小的一部分,不管是现在的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曾面对昔日的沙俄帝国瑟瑟发抖。 这种被俄罗斯支配的恐惧无法完全消灭,并且也不可能忘记。 此外还有宗教原因,虽然欧洲国家普遍都信仰基督教,但基督教也有东正教和天主教之分。 不巧的是,俄罗斯就是信仰东正教最大的国家,在它以西的中欧和西欧国家,天主教则被认为是正统。 种种不同之处都是俄罗斯人无法真正和欧洲国家融为一体的真正原因,是既定存在的事实,更是历史的根源。 种子不同就注定了长不出同样的果实。 沙俄帝国彻底从历史上消亡。 取而代之的是苏维埃俄国成立。 俄罗斯人摇身一变,从之前只知道抢地和扩张的人,变成了向往和平的共产主义战士。 但人的本质会改变吗? 血型中隐藏的基因会改变吗? 苏联人用自己的行动为世界人民上了最为生动的一刻。 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尤其在军事领域,苏联人的钢铁洪流甚至让新晋世界霸主美国胆寒。 这一时期的矛盾基本不涉及土地和扩张,主要是围绕社会制度的竞争。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西方国家则是清一色的资本主义国家。 西欧国家也逐渐向美国靠拢,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抱团取暖,促成了北约组织的成立。 不管北约成立最初的目的和一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其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对抗苏联。 冷战时期的到来意味着这场战斗,是一场围绕着美苏之间以军备为主要呈现方式的竞赛。 没有硝烟的欧洲虽然看起来和平,但他们将战场放在了世界上其他区域,在苏联的背后支持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 当然,冷战时期的对峙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该对峙局面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另一方面又极大的提高了人类生产力和科技水平。 毫无疑问,当时的欧洲人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惧怕苏联,可见当时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发展到了让人十分恐惧的地步。 核武器原子弹说报就报,数不尽的新式坦克装甲,单从数量上就对欧洲实现了碾压,更别提性能也十分突出。 这一点,德国人或许要更有发言权,他们曾亲身感受了苏联的实力。 无法消除的历史恐惧,处于两种制度下的阵营对立,这是当时是欧洲和苏俄的主要矛盾点。 因为惧怕和不了解,西方与苏联必定走不到一起。 更何况这一时期的西欧,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早就没有了大航海时代的优势和地位,虽然有钱,但没有了更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只能依仗美国,而美国和苏联的矛盾几乎已经无法调和。 美苏之间在各领域的较量,最终影响的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也未尽现代俄罗斯和西方世界的矛盾埋下隐患。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欧洲人从来不相信苏联人会改变,即便披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外套,但他们本质依旧是喜欢扩张和打仗的东斯拉夫人,况且还是异教徒。 这场国际争端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它的结束以苏联解体为标志。 苏联倒下了,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心腹打患不复存在,西方能够接受废墟之中重生的俄罗斯吗? 说起来,俄罗斯是有点倒霉在身上,他们没有了祖辈荣光,却继承了祖辈在外的仇恨。 解体后,俄罗斯试图改弦更张,于是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 解体后,第一时间就想奔赴西方怀抱,想要加入北约以欧洲国家的身份。 可欧洲人恐惧的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吗? 不,他们害怕的是俄罗斯人本身。 或者可以说,这是一种欧洲人基因深处根深蒂固的恐恶症,并且是绝症无法治愈。 这一阶段,大家应该都是亲身经历。 俄罗斯意识形态的改变,并没有让促使他们和西欧的关系得到缓和,反而地位变得更加尴尬。 就像上面说的一样,俄罗斯人失去了荣光,也跌落了苏联时期一砖一瓦气下的神坛。 但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弱到可以让西方小区的程度。 俄罗斯面积广袤,资源丰富,况且还有从苏联继承的后家里。 虽然可能无法再和美国并利,就以现在的实力来说,轮番掌怪欧洲也并非难事,关键是欧洲人就是这么想的。 一方面,他们离不开俄罗斯提供的能源和市场,另一方面,又坚决不容许俄罗斯向北约和欧盟靠近一步。 西方为俄罗斯提供的市场,俄罗斯需要付出出口资源和粮食的代价,看起来是合则两立,实际执行起来困难太大。 以北西工程为例,输送管道本应该让俄罗斯和欧洲衔接得更加紧密,但背后的美国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即便西欧国家一再强调独立自主,强调不需要美国插手,可实质上从没有真正脱离过美国的掌控。 三方之间各有各的矛盾,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排俄。 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和外交,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俄罗斯的处境更加恶劣。 从西方媒体中看到的画面就是,几乎西欧人都讨厌俄罗斯,这次终于得到了机会可以对俄罗斯进行横踩,没理由放过。 所以从冲突开始,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似乎再次降到了冰点,不打起来就不错了。 这个时候想要谈融入与和平,简直是天方夜谈。 至于未来双方是否能够摒弃几个世纪的成见,真正坐在一起心平气和的谈判实现共同发展,一个人之见。 恐怕不比白日做梦来的现实,双方的关系能否实现根源突破,或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感谢观看